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周的灯解禁速密文大家打过了吗 有大蛇的朋友们肯定第一时间神分之言喷喷喷完事 其实没有大蛇也可以打灯解禁速 不管是拿灯解当斗技来打上云外镜锦纳罗复古机 还是标准的禁速思路小小黑一路狂砍都可以 那么今天哥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个真正快乐的阵容 双阵都带真,预魂堆点生命别被秒了 辅助用焦图和云外镜,预魂一个招财一个火灵 有双云外镜最好 每双云外镜也可以再带个减伤或者加血的辅助 云外镜的禁诱效果固定只能给到两个队友 但是云外镜自己可以多出一个禁诱 也就是三禁诱变成四禁诱 这样吃debuff的时候去散可以恢复更多的血量 如果不是一速焦图连线 那么云外镜速度尽量快一点 方便第三回目开始的时候直接拉起焦图连线 开局云外镜给焦图和阵套禁诱以后关妖术 如果标记不过来可以手动操作云外镜几下再挂自动 除了焦图以外都普攻避免给灯姐拉条 也避免禁诱转为盾影响剑反击 这里我的阵预魂懒得换 都用了双攻击圣七楼的标准配置 其实打灯姐本这个预魂选择很不好 双攻击太脆容易被灯姐直接吸死 圣七楼更是挡住了至关重要的蛇魔大魂血 反向坑自己一波 所以弄一个生命攻击双修的无圣七楼更好一些 这一次灯姐竞速密闻确实挺难的 一手开局风被动咔嚓掉了好多厉害的老牌PV意识神 好在还有大事和真正的快乐这俩永远低神 那么本期视频为大家介绍的阵容到这里也结束了 记得在周日前打完灯姐竞速密闻拿到奖励哟 后面来看一看和灯姐PK的实战吧 再看一看 1 2 3 Let's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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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